鹿岁,你们都先下去吧。 吴渊吩咐道, 是, 鹿岁恭敬无比, 玄机就带着众多金蛋修士, 他们明白吴渊要接待贵客, 带走得远了, 刚才那位就是传说中的海岳殿下, 着世王族的第一王女, 气质荡真非凡, 对, 据说连宗门的子府真传, 见到海岳殿下都会无比客气, 这等仙子般的人物, 也不知将来会选谁为道旅。 真传, 竟直接称呼其为海岳, 真是厉害, 这些金丹修士小生议论着, 都无比兴奋。 卓海岳, 在浩瀚仙州的大宗派弟子中, 名气是非常大的, 自身天赋高, 又出身王族。 别多嘴, 记住, 海岳殿下来见真传的事, 谁都不可传播出去。 鹿岁低声呵斥道, 真传如今必还非常, 已是公认的宗门第一天才, 不知多少势力都盯着的。 我们身为侍从, 都要小心行事。 鹿岁道, 是, 众多金丹侍从连道, 之前数年, 因无冤连续拒绝各方腰战, 他们身为随从, 都感到很憋屈, 碰到其他真传弟子的随从, 都自觉地人一等。 但这几日, 这些金丹侍从, 都觉扬眉吐气, 心情都舒畅了不少。 海岳, 让你笑话了。 吴渊微笑道, 无妨。 卓海岳摇头道, 我行走仙州, 习惯受到各方瞩目, 各类议论声都很正常。 背后议论, 我从来不管, 管也管不过来, 只要不当着我的面即可。 卓海岳笑道, 许多当着我面非议的, 我都杀了。 他说得坦然, 吴渊微微点头, 他感受到了卓海岳的形势为人, 形势果断, 从不拖泥带水。 走, 去电厅吧。 吴渊道, 好, 我就瞧瞧, 龙星先宗为真转弟子准备的神须釜底, 如何? 卓海岳笑道, 两人并肩进入了主厅内, 装饰颇为奢华, 早就备好了满桌的真秀美味。 哦, 卓海岳眼前一亮, 哈哈, 我记得你颇为喜好美食, 但我们上次在卓星城巨石, 我见你似乎喜欢肉食, 所以自作主张, 准备了些肉食, 希望你喜欢。 吴渊笑道, 我很满意。 卓海岳露出笑容, 他生平爱好不多, 美食堪称第一, 这和他曾经的特殊经历有关系。 两人分别坐下, 你这段时间身处特殊环境, 是闭关, 还是去了道之圣殿? 卓海岳丝毫不顾一态, 满悠悠吃喝起来。 道之圣殿, 无冤道, 也不隐瞒。 这种机缘, 翻闯七塔世界到高层, 都会获得, 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嗯, 道之圣殿是大机缘, 想来你收获不小。 卓海岳笑道, 不过, 你这次可真狠, 我也是才了解到, 这八年, 你竟没去闯过七塔世界, 也拒绝了龙兴先宗 其他真传妖战。 不爆发则已, 已爆发竟如此吓人。 卓海岳笑道, 连我得到消息, 都有些震惊。 无冤笑道, 这不都是按你的指点, 杨敏骂。 杨得太厉害, 一名惊人, 恐怕你龙兴先宗高层, 都被你吓住了。 卓海岳摇头道, 无冤不由一笑, 想想, 的确有可能。 连闯十七层, 宗门最近百万年, 都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出现, 更何况自己如此年轻。 要知道, 之前的非议生可不小, 无冤不会被这些非议影响形势, 但不代表心中一点不介意, 这完全是两回事。 直到心稳固, 并非说要将怒, 愿东燕自己下去, 而是笑骂有我, 喜怒随心, 可任何外在情绪, 又都不会影响到自身形势。 无冤暗道, 这才是真正的大自在。 不过, 我听说, 你要占那十四位真传弟子, 连拜他们十四人, 如此打他们的脸, 有些狠, 这是踩着他们上尾。 卓海岳摇头笑道, 其实没必要, 他们让我不舒服, 我何苦要让他们舒服? 无冤笑道, 卓海岳哑然, 无冤为何要邀债十四位真传弟子, 除了继一步扬名之外, 更是要使念头通达。 有恩报恩, 有仇意要报仇, 牙字必报才是无冤的性情。 在神虚境, 只考验到只感悟, 神魄, 你能轻松碾压他们。 卓海岳抿嘴一笑, 可等到龙兴对决呢? 你的秀为恐怕还未跟上吧。 据我所知, 龙兴先宗的经丹真传中, 有好几位三等先机, 愚者也都是四等先机。 有把握赢, 卓海岳眸子闪烁, 盯着无冤。 八年, 我就成长到这般地步, 还有五年, 言之我会进不到什么层次。 无冤淡淡道, 就算真输了, 也无妨, 下次再赢回来就是。 哈哈, 卓海岳微笑道, 篱下, 我最佩服的, 就是你的这份坦然和胆气。 其实, 我这次来, 原本是要当说客的。 卓海岳道, 说客, 无冤一愣, 你知道, 我隶属赤月仙君, 可也是月盲界一员。 卓海岳道, 你的事情传播开, 传遍整个仙舟高层, 许多势力都有关注, 月盲界高层同样关注, 所以想要特招你。 他们知道你我的关系, 所以想让我当说客。 卓海岳笑道, 哦, 无冤轻轻点头, 自己成真传后, 通过龙星仙宗, 拥有的权限是极高的, 自然查询过卓海岳的情报。 月盲界第一天才, 公认的仙舟当代第一天才, 据说, 修炼一百多年, 已穿过二星塔六十层。 同时, 无冤也明白月盲界特招的含义, 怎么, 真要当说客? 无冤笑道, 不必了。 卓海岳摇头道, 龙星仙宗已付出三百神经的代价, 拒绝月盲界特招, 除非是神庭总部征兆, 否则, 你只能安稳在龙星仙宗修炼。 卓海岳说清了前因后果, 三百神经, 无冤一愣, 他不明白神经的价值, 神经乃是仙人们使用的重宝, 用图极广, 一神经, 实际就是一立方神经, 价值约莫一千亿元经。 卓海岳瞥了无冤一眼, 三百神经, 也就意味着三十万亿元经。 而且, 神经想要换取元经不难, 可元经想要换取神经, 很难。 对仙洲上的各大宗派, 神经都属于战略物资, 卓海岳摇头感慨道, 无冤则猛然瞪大了眼睛, 心都仿佛被重重捶了一下, 三十万亿, 元经, 老天, 你也觉得不可能, 我刚一听到时, 也觉得不可能, 这样的一笔巨额财富, 连许多上仙都要眼红。 卓海岳感慨道, 我静这么值钱, 无冤摇头, 他只觉吓人, 这样的巨额财富, 能够购买多少宝物啊? 就算对庞大的龙兴仙宗, 恐怕都不容忽视吧。 据无冤所知, 像一些子府高届修士, 一般身价财富往往也就数百万元经, 叶须宇士们, 一般才能有数亿元经的财富。 三十万亿, 这绝对是让分神帝仙都要疯狂的财富, 难怪卓海岳会说, 他都会感到诧异。 以下, 既是不同往日, 你的天资, 放在仙周, 也是数万年乃至数十万年一出的, 将你的眼界放宽些。 卓海岳悠悠笑道, 现在的你的确还不值这么多神经, 可是龙兴仙宗赌的是你的未来, 他们认为你的未来带来宗门的收益能大过三百神经。 卓海岳笑道, 还有一种可能是那位东阳剑仙, 认为你对他的价值超过这笔财富。 毕竟, 三百神经, 寻常上仙都难以次性拿出, 可对八截上仙的东阳剑仙来说, 不算什么。 卓海岳道, 他纵横近百万年, 积累不知多少宝物。 吴渊轻轻点头, 上仙们, 实力强大, 寿元更是悠长的下人, 积累的财富宝物自然惊人, 是帝仙的百倍千倍都不止。 吴渊也冷静下来, 宗门虽为自己付出这么大代价, 但不代表会拿这么多宝物给自己。 自己, 终究财金丹静。 只是, 宗门尚未寻找过我, 东阳剑仙, 亦无收徒的迹象。 吴渊摇头道, 他想到了那位一直指点自己的神秘前辈。 实际上, 吴渊是极为佩服对方在星辰之道上的造诣, 若能拜对方为师, 他是十分愿意的。 只可惜, 那位神秘前辈, 从来只是指点, 不谈收徒之事。 还没迹象, 浊海月也一愣, 就没道, 不应该啊, 龙兴先宗既付出如此大代价。 按理, 不可能对你置之不理, 应该会拿出最好的资源宝物, 师资来栽培你。 可是, 若东阳剑仙不收徒, 就凭龙兴先宗的那群三杰上仙, 四杰上仙, 只会耽误你的成长。 浊海月摇头道, 三杰上仙? 这上仙之中, 已结束进行实力划分吗? 吴渊忍不住问道, 对, 浊海月点头, 无论是节骤镜还是躁雨镜, 同样分为九重。 可想要提升修为, 除法力积累, 更要度先节, 度过则生, 未度过则死。 每度过一节, 才能提升一重修为。 况且, 上仙们作为为超脱生命的终点, 冥冥中会受天地限制, 至多每十八万年, 就必须应节一次。 所以, 所谓的百万年上仙, 并非一定能活百万年, 至少要度过五次仙节, 才能活到寿元大县。 浊海月笑道, 必须度七次仙节, 才能成就天仙。 所以, 方言浩瀚仙舟, 六节上仙, 基本就算站在巅峰。